大家好,今天再次再次試一次 因為這些技術的故障,不好意思 希望這次大家可以 如果聽不到聲音的可以在我們Facebook說聲 那我就再做一個技術的問題 我看看大家回來的訊息是怎樣 有沒有人說是收不到音 有沒有人是收不到音 希望各位朋友都給我們一些回應 有沒有收聲呢?聲音可以嗎? 看看可以嗎? 暫時都應該沒事吧? 好,那我嘗試又再繼續說 那今天我相信 香港人最關心的新聞 可能又不是第三班、第四班機從武漢回來的 因為第三、第四班機從武漢回來 已經不是新聞了 就是昨天已經第一、二班機 今天最大的新聞可能就是收到一個 香港很多,你知道日本是故鄉的人 惡號就是日本 終於面對疫情極之嚴重 他現在超過1000個個案 死了12個人 就是世界跟數字最多的大陸 韓國、意大利、日本、伊朗 他已經是首五位了 所以他就要保他的奧運 大家都猜到 他今年夏天七月做奧運 就真是冷過水了 因為現在已經三月了 如果四月、五月都收不到科 我想今年奧運就算他肯定搞 都沒有人會去 甚至好像他現在說 在日本做的比賽 是試場地的 是完全不開放的 就是自己關上牆在一起 在那裏自己做運動 那為何這麼震撼呢 其實是限制大陸不震撼的 不過今次和韓國都不震撼 因為韓國事實上很令人擔心 那些個案是升得很快 似乎韓國都會一直爆下去 晚點我們先說韓國 我們先說香港 為何我說林鄭攬炒成功呢 今次日本做所有的封關 又不是封關 學回林鄭的檢疫措施 香港和澳門是一模一樣 看數字就看不出來 因為香港現在是一百零二宗 死就死了兩個 不是好 不過就是日本的十分之一 死人就是日本的六分之一 澳門更加少 雙位數字的個案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是有幾個層次的 第一就是令我很擔心的 就是一國兩制在外國 包括日本已經覺得不再存在了 所以無論你說香港特別行政區 澳門特別行政區 大陸跟香港黏在一起 這個在林鄭終於攬炒成功了 就是由他六八九開始到現在 都是做了一件事 最破壞香港 就是破壞一國兩制 所以在很多地方已經在看 就是你是不是真的 你雖然沒有解放軍 但是你那些黑警 都是跟解放軍那種空殘 以及高壓的程度 就一定不差 甚至有過自然無不及 第二件事就是封關的問題 因為香港一直拒絕是封關的 最近的數字 我們都看到在大陸來的 無論是香港人或是旅客 數字多得很厲害 美國其他地方 或者特別是日本一看 大陸現在開始的廠是上班的 表面上現在好像大陸沒事 但是那些廠一生產之後 幾千幾百個工人走在一起 然後香港那條邊界根本沒有 就是大陸人肯來做這個所謂的自願 對不起 是強制自願隔離 其實大家都知道是名存實望的 就是那些人都是亂了大龍 政府也都沒有甚麼真的去執法的 所以回來的那些強制自願的檢疫 其實就是浪費氣 通街行又可以上班吃東西 喝茶行街甚麼都做足 如果你是日本仔的 你會怎樣看呢 根本不是的 你說香港現在的小姐 我怎知道你現在的關不封 之後大陸一爆 香港一定是波及的 所以他們做好防禦措施 林鄭攬炒成功 第一 攬住了香港跟大陸一起 第二 她拒絕封關 這次就害死香港人了 所以對於很多我們當日本是第二故鄉的香港人 不好意思 今年大家都沒有人走 不知道甚麼時候才能去 好了 各位 最重要的是現在 接下來的疫情會怎樣走呢 比較難看的 為甚麼呢 香港和其他 例如新加坡、澳門那些 其實這些個案的數字開始都已經 有一點點的跡象是不會再多 但是是否等於一定不會呢 我又沒有這麼樂觀的 原因很簡單 因為在佛堂或者北角的事件看到 其實那個社區爆發已經有了 不過就是問題 很多隱形的病人 大家都不知道哪一個 可能是全一代、兩代、三代 甚麼時候選好那些 譬如是長者有長期病患的 會在那裡大爆發 好像佛堂有最好的一個例子 很多是長者有長期病患 所以爆發也很嚴重 那會不會有第二波、第三波呢 我們都很擔心的 特別是現在有另一個風險 一些武漢回來的香港人 現在就回到四百多個了 你看到他們都是入住了去晉陽村 那有幾個問題一定要處理 第一就是這班人究竟有幾大的風險呢 其實不知道 因為在武漢那裡 回來香港這批香港人 就沒有測試過有沒有病毒 他都是測體溫和病徵而已 但是體溫和病徵是不準的 第一 第二就是潛伏期 理論上多數是14天 但是在大陸已經有很多個案 是超過14天 有23天、有28天 其實已經確定了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比較準確去做呢 就是看那些叫做抗體 那些叫做免疫球抗體 emmulogorbin 那現在在做emmulogorbin 就有兩種 可能大家都知道 一種M、一種G M是頭七天 G是之後的 如果有很多M的免疫球蛋白 就就是說根本還未成功 去到很高的G才行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這些球蛋白 如果抗體不是太高的話 其實現在有第二個風險 在大陸已經有了 就是第二次中招 就是它中了一次 出了一些抗體 但是抗體量可能不夠 可能是少量 因為現在都不會過過呎 所以表面上它們是好 譬如確定了確診有事 接著就測了它的病原 就是病毒陰性 似乎好像疲了下去 但是由於抗體不是很舊 它一回去 尤其是武漢那些 回到社區 其實社區還有很多 所以它一接到第二劑 第二波過來 又出過事 今天有一個很恐怖的消息 有一個人沒事的 三十多歲的 就是武漢人 就出了院 然後第六天就突然間過了身 不知道甚麼事 但是根據報道 它的死因都是寫武漢肺炎 所以現在都是 對於香港來講 都是有一些擔憂 這是第一個我擔心 另外一個就有關於檢疫營裡面 究竟發生甚麼事 現在很多的情況出現 就是第一 去到那個晉陽村 就沒有人理它 就給它那些電子探熱針 它叫它自己去量度 第一有沒有量度 沒有人知道 會不會量度 沒有人知道 它知道針有沒有懷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理 自生自滅 就用一張紙寫下 那些政府人員就電話而已 電話來 你有沒有事啊 先生 小姐 沒有事 沒有燒 那94天 拿張紙看 自己報 沒事就沒事 沒有人是這樣做事 如果你叫到它去檢疫中心 即是說你是有一個很大的擔心 它有機會中招 最基本要做的是醫護人員 就算不是每天去 都請它隔天 或者是一個星期總有幾天 去自己看一看那些隔離人士 第二要看一看它有沒有體溫 有沒有去上升 現在聽到裡面的消息很恐怖 有人在這些隔離中心 有些是很兒戲地填那些溫度表 有些是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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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我寫沒有發燒 有些是有三十六、三十五、三十六點多 沒有人理會它 目的就是想快點離開 這樣的檢疫制度 其實真是涼過冰、涼過水 政府唯一有少許保障 就是聶德權之前說過 所有從武漢回來 都會檢測它的測試病毒 包括深層的口水 就是在那個咽喉那裡 或者適合的可能有些鼻液 或者甚至抽血去確定它有沒有 這個是很重要的 如果它不做這一點的話 這個武漢回來的香港人 其實是很大的機會是有事的 去檢測這一批的香港人 就不是要只是保障它 其實最重要是保障它家人 或者它的親戚朋友 試想一下如果他們回到香港 不檢測的 喂,14天了,沒事,你回家吧 它回到家,回到上班、地方、同學 諸如此類 就散到一地都是 所以這個是不能夠開玩笑的 這一批人現在四百多個 總共滯留在湖北三千人 我不知道政府是何時會回來 當然我們有道義責任 是要讓他們回來 因為它有些都已經過半月了 有大吐婆,有考DSE 有些長期病患,諸如此類 我們都要看它 但問題看之餘 都不可以是不理的 最近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那些毛蟹究竟是怎樣 即是我們的朋友,狗或者貓 香港已經有一個 應該全球第一個確定 還是有帶病毒的九隻 就是那個北角那位女士 即是俗稱婦婆那位 就是那隻家裡這隻狗 就染了這個病毒 魚龍署的獸醫檢查了已經有 不過叫做弱陽性 即是說它那個病毒的量 不是很高,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它沒有病徵 或者我說為何會是這樣 大家重溫這個書 就是這個病毒是蝙蝠 落去一個中介的動物 估計有些人說果子狸 有些又說是捉鼠 或者不知道甚麼 都是哺乳類動物 哺乳類動物的蝙蝠 去到中間的哺乳類動物 然後去到人 那九隻貓都是捕乳類動物的 所以牠們其實是跟果子狸 人類都有機會有很多的基因 有一部分是相似的 所以牠的種椒是不奇怪的 但牠的種椒是否一定有病 這個就未必 因為通常 那個宿主譬如傳了果子狸 果子狸是不死的 為甚麼不死呢 牠就是不死才會傳給人 如果蝙蝠病毒去到果子狸 果子狸狸就不會傳人 或者捉鼠就不會傳人 所以牠的動物 牠未必是最終想打擊對象 也未必有事 究竟那些狗隻或貓隻 不幸中招會不會影響人 應該這樣看 這次我們看這隻狗狗是受害的 因為沒有證據顯示是狗傳人 只有證據顯示人傳狗 或者人傳其他動物 沒有法子 因為狗隻狗就不會去馬會 去南馬島 去打麻雀 去摔頭 去很多地方 牠就在家裡 然後出去走 所以狗隻會中招的機會 其實不多 牠沒錯 牠會在口水、尿液、甚至糞便 都有機會有病毒 但是那些狗隻 你想想人都會 全個機會都不是很大 狗隻通常是走出街 戶外多數多於1.8 除非你戴狗的時候 在電梯裡面有另一隻狗 或者跟另一個有大病毒的人 去飛沫 否則的話 傳的機會不多 因為現在的標準是這樣的 1.8米15分鐘 這樣的機會就高了 這樣說 所以1.8米的距離 和15分鐘 在狗隻和人 其他不是屬於主人的 是很小的 但是主人的就沒有法子 會中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狗會不會傳回人呢 如果牠是弱陽性的話 機會不高 也都 除非 不過很難說 我們就不建議 在這段時候 抱著貓貓狗狗 在床邊睡 抱著來石 我們都建議 我們和我們的好朋友貓狗 都保持一個社交距離 即是 就算不是1.8米 都不要無端白事 抱著貓貓狗狗 因為 在今時今日 有兩個可能 不一定牠傳你 你怎知道你不會傳給牠 所以你就算 退一萬步 你要保護自己的寵物 你都不會 會有機會 一個太近的距離 傳給牠 何況 大多數那些毛鞋 都是受害者 所以我們的訊息就是 不要太擔心 也不用擔走貓狗 你保護牠 即是牠不能戴口罩 不過你保護牠 也不要讓牠跟其他不拉奸的人 或者動物走在一起 最後一點很有趣 最近有人問 究竟現在 佛堂 這個 佛堂門 即是 佛堂 Gate 即是這個 波病毒 事件 究竟第一個是誰 因為衛生柱 或者衛生防護中心 之前說其中一個香港人 有機會是目標病人 Indexpration 有些人問 因為那天不止一個香港人 有兩個 如果有兩個的話 哪一個才是目標呢 他沒有解釋到 接著現在發現 原來那個在國內來的主持 早前一月的時候 又回到大陸 又出來 分分鐘他 都有個機會 其實是他第一個傳播毒 如果是的話 就不是香港人 傳播這個毒 可能有機會都是傳入的 其實如果你看整個香港 很少叫香港出來的個案 最近你知道大陸有些小粉紅 大陸有些盲目外國那些 就說這個病毒不一定在大陸傳去 其中一個令我很驚訝 很失望 都幾離譜一下 就是一個大家很出名的 叫鍾南山 鍾南山 在沙士的時候 的確是威勢勢 說了很多真的話 不過最近都有一些變質 第一就是他居然說出一些 都幾離譜的說話 他說不能夠說定 這個武漢肺炎是一定是大陸的 也都不排除在其他地方 哇 這個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離譜了 大陸是在說 現在我們一直說的時候 整個八萬個症 全球加起來 都是另外那一萬個 大家都知道現在全球最多的症 第一宗在大陸 你還在爭吵大陸不是源頭 我覺得香港人一藍 老是殘的 其實在大陸 只要你的心一變粉紅 我們經常少點少粉紅 你這個老粉紅 就老殘了 就是想一些這樣的說話 第二 他最近更厲害 他做了一個樣板戲 做了一場叫極速入黨 叫了醫護人員 前線、武漢、廣州 諸如此類極速入黨 就有點像林鄭 現在大陸共產黨做甚麼呢 林鄭就是邀功 即是說 現在說香港的病毒不是很重要 102宗 比起這個也好 那個也好 就居然說出大言不慘 不知道他醜字怎麼寫 就說 即是政府最大的功勞 簡直這個人真是不知廉恥 香港首到今天 其實很多是因為香港人自己 守住這個門口 自己多辛苦 多貴都好 去搜羅口罩 記住去洗手 不要傳給別人 飯都不吃 朋友都不見 旅行都不去 個個香港人都是盡力 所以才沒有爆 林鄭你有甚麼資格在這裡邀功 大陸也都有些類似的情況 如果不是武漢湖北那班官 最初隱瞞疫情 其實很早的時候都應該 做多些比較有效的措施 去限制或者令到武漢肺炎不會發出來 那就是中國共產黨官場的貪腐 那些人報喜不報憂 怕上司老闆罵 所以才令病毒最初爆 他現在居然叫人入黨 又是叫抽水 因為醫護人員就算在大陸都是最慘 最無助和最辛苦的 大家都知道都死了很多醫護人員 我想都可能接近十個了 因為李文亮他過了身 他部門的主管都過了身 有幾位很年輕的醫生 包括一位很年輕的女醫生 還有一個很年輕的小孩 兩、三歲左右都死亡 那居然大陸就是吃人血饅頭 就是叫人們極速入黨 就將這些醫護人員的肛環 移植了去中國共產黨 這些是難聽到的幾卑鄙的行為 幸好我們還有一個中國人 其實他又不是中國人 他是美籍的華人何大一教授 大家都聽過 他當時對愛滋病是一個先鋒 他是創造了雞尾酒療法 Cocktail Therapy 從他開始 其實現在的愛滋病 不是去到完全根治 但是現在的愛滋病受到控制 很多的後遺症病發症是沒有出來的 全家何大一 他說了一件事 公道說話 他幾乎可以百分百肯定 武漢肺炎在大陸那裡來 所以一個人做任何事 一定要憑良心 只要有些人是不憑良心 好像香港有個教授梁卓威 大陸有個教授叫鍾南山 這一類人說一些違心的話 永世都回不了身 為何我們會鄙視他 覺得這些是出賣了自己 出賣了人格 可能只是為了一官半職 為了錢 為了明理 為了將來要做大官 不過大家要記住 在抗疫裏面 你說多一個謊話 隱瞞多一個真相 你是滿手鮮血 因為你只會令更多人死傷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學這些 中港的九官 我們在這裏講到這裏 下星期再跟大家報告最新疫情 再見 再見 拜拜